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KOF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譚日基大手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想應該是由1997年開始 那時候就讀中二 以前是從小到大都很瘦 那一年應該是中三 97年 當時是102磅左右 大身高和現在一樣 沒有編高的 是很瘦的 我小時候也很喜歡看摔角 即是褲鷹火筋那些 我小時候也很喜歡看 覺得他們很大正 然後想像他們那樣 然後就開始 第一次我記得是買一對 去四磅包膠的海面 那時候每天都會在家 做五百下的熱頭彎具 因為什麼都不會做 還有每天會做五百下的 押忍 這樣一個星期七日 當時的營養概念都沒有 只知道肚子餓 是這樣吃 就這樣開始了 玩健身 那個時期是維持了去到 2003年 其實有六年時間 都是自己每天在家做這兩年 你去專訪的 我記得我 玩健身之前 102磅的時候 我的手臂應該不夠9吋 我很記得空肌應該是 29吋 然後去到兩個月之後 我再量度手臂 已經去到11吋半了 我的空肌應該是 33度 真的沒有概念 不知道什麼叫做膽壓質 要休息 總之 只知道每天做完 很胖 很像 喜歡這種感覺 第一間接觸的健身院 就是令威 操練 我每天上班都會經過 威納一下 樓下有個 有塊板 有些大隻佬的照片 然後自己看到 我覺得上面的照片都很漂亮 就上去看看 然後就 開始上去玩 那時候 他其實是叫我們 跟師兄去玩 例如說 推胸 這個師兄今天也是做空肌 你就跟他玩 基本動作大概有教過我們 從2003年 5月 5月 我記得是5月再 去到 10年 4月 尾 走 自己也有一個平台 旗 想想 出去會不會有些 新的衝擊 會不會有些星 可以大家交流 有什麼新的 由我離開了力位之後 我去了TF Gym 雖然我那時候不是比賽 但我每一年都差不多會收身 我想去到今年100年 我想我收身 也收了 十三四次都有 然後我朋友那一年 一零年跟我說 你每一年都上榜 收身 收完身之後就拍了兩副照片 然後又再上榜 我沒有什麼意思 為什麼你不試試 你試試這一 episode 我就聽他講 對了 是 我沒有目標 試試試 然後我用了那一年與全白馬 去鋪排第一年 六月未完蛋第一場比賽 我一星期只會要操五日 那兩日一星期便儘量休息 儘量沒有工作就放假 儘量在家真的睡覺 還有就是我覺得恢復方面 這個身邊挺有幫助 我有試過有吃和沒吃的分別是 可能沒吃那一陣子做完三頭 可能痛三四天的 如果有吃的話可能兩天就被吸收 最初我記得頭七年 即是在歷位的時候 其實我是不懂用背的 不懂拉背 而且那時候玩什麼都是用手的力 例如我拉完背或做Dumbbell Roll T-Ball Roll 我回去是前臂抽筋和前臂背 但背是沒有反應的 因為我以前是玩大部分的動作 都是由我的Tricep和Bicep去活動 所以手的比例會比較大 其實真真正正的 會拉背是 都要提醒這個人 這個人是以前在TF Gym 那個江哥的教練 他見到我拉背 其實你記得我玩了整七年 即是不算我自己在家玩了幾年 我也是不懂拉背的 然後江哥見到我 你拉背為何會這樣 沒有離心那一刻 扯人下來就放上去 然後他很簡短地說了幾句 然後我又嘗試把重量做回第二件事 因為以往以前在歷威 大家的操練都會玩得很重 變了可能 最主要是你不斷加重 你原本都不知道動作 不知道怎樣用那個肌肉 你再重一點你都不會懂得用的 嘗試聽一下我幫那個 輕輕一點 不是嘗試他很簡短地說給我聽 怎樣去用背 然後之後 一零年我就知道 原來拉背這樣拉 即是第一次感覺到 原來拉背半頂的Barbell Road 都可以 背痛了整個禮拜 以前玩這麼多年 都未試過 即是以前我玩 可能兩頂兩頂半的T Bar Road 或者Barbell Road 都是沒有這個感覺 如果你說真的懂得控制這麼多 這麼多舊肌肉 我想都是一零年打後的事 即是我也經歷了很多年 即是可能不斷去改進 才懂得去運用全身的肌肉